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今天农历7月1日鬼门开,刚好是逢周末假期,凤山城隍庙人潮众多,许多民众带住一家大小,到庙里祭拜求平安。 凤山城隍庙已有200多年历史,供奉城隍爷等令人敬畏,令设有24司及24名司爷,协助城隍爷处理不同的事物,如宫考司记录人的一生,包括一言一行等。 凤山城隍庙前悬挂扁额你来了,警惕世人心存正念,庙内正殿天井悬挂大算盘,公平计算每人功过,中庭大助提字颇大胆赶来求我,快回头抹去海人,警语发人省思,深聚教化功能,装性通灵人士指出,跪月尽几世尽量晚上不要在外逗留,最好能在太阳下山前回家, 也避免到海域玩水,过去曾有人看见其今中州海域,有一群女子在海面上嬉戏,恰巧当地有25叔女牧传说,抓交替传闻不断,避免发生危险。 庄性通灵人士说,民众可求助成皇爷,以行善不施的收据,烧给冤亲债主,化解个人因果,行同事做功德,回向给冤亲债主,也能减少焚烧纸钱,避免造成空气污染。 庙方表示,声明在每个人心中,无需争辩又无鬼神,也不要铁齿或迷信,只要心存正念,行善止恶,做错事重新改过,跪月并不可怕。